我是比较喜欢这种比较传统传统工艺的这种东西 你这种西装都是讲究一个手工嘛 我感觉这个社会就是快时尚比较多 就是静下心来去做一件衣服的这种人是很 很少的 对很少的很难得的 我是很想坚持下去做这个东西 能赚到钱吧 目前还没赚到钱 大家好我是王秋库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之前帮助过的一个流浪画家 也是帮助他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那么今天我又来见另外一个小伙子了 他也是有他的梦想 我就喜欢这种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和我一样 那么现在就带大家去见见他 小楼你是来自哪里 我来自河南 今年是几几年的 我是93年的 你现在是租了一个小单间 完成你的梦想是吧 对租了小单间 然后算是自己的一个工作室 一个小工作室 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梦想就是做衣服然后赚到钱 做衣服 对那你之前是做什么的那工作 我一直就是做服装 之前做女装 在公司里面上班 然后后来就去年年终离职了 也是想做点自己的东西 就是自己单干 做这个服装的是吧 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在公司里面比较受束缚 那你自己出来单干做服装的话 能赚到钱吗 目前还没赚到钱 我是比较喜欢这种比较传统工艺的这种东西的 像这种手工艺 这种西装都是讲究一个手工嘛 现在我感觉这个社会就是快时尚比较多 很多 都工厂出来的 很多工厂出来快节奏的东西 真正我觉得很难得的就是能做下 就是静下心来去做一件衣服的这种人是很 很少的 对很少的很难得的 就传统工艺这东西是越来越少了 尤其像你们年轻人做这个的也越来越少了 对对对 所以你就想把这个东西给传承下去坚持下去 对对我是很想坚持下去做这个东西的 我个人是很喜欢这种东西 那如果说未来的话你这个西装 你毕竟现在还没品牌呀也刚刚开始弄嘛对吧 如果卖不出去你还会坚持吗 我觉得会坚持 就用副业来养活 坚持去养活自己的爱好嘛 然后最近也是在做兼职 然后一边在自己家里面做衣服 你兼职在做什么呢现在 就是送外卖 送外卖 然后或者是在服装店做的大打工 兼职大打零工之类 一周的话兼职要做多久 一周多的话就是三四天 少的话可能就是两天 然后送外卖的话可以有时间有空了就送 你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 送外卖服装店 我要挣五六千才能维持生活 五六千才能两份加起来兼职才五六千 对对很少很少 然后去掉房租的话也就剩个三千多了 对对 那么你像自己做这个服装梦想的话 一个月要投入多少钱呢 主要投入在哪一块 主要主要就是面料和辅料吧 哦面料 这边这个我没听看 这边是我买的面料 这我买了两卷面 面料是就是纯棉的面料还是什么 羊毛的 羊毛的还是 这一卷面料多少钱 一卷要几千 几千啊 那能做多少件大概 几十件 那干嘛不买纯棉的呢 还便宜一点 西装比较讲究羊毛的 哦 讲究羊毛的 品质好一点 便宜的也有便宜的用来练手 那你现在做到现在这个西装 卖出去多少件了吗 没卖 还没卖出去 这个房租一个月多少钱 一千多 一千多 你要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个怎么做服装的好吧 做服装就是我现在现在做的是这种手工的西装 就是像算是高定嘛 然后高定高定是什么意思 就是定制男装定制 定制西装 这些都是全手工的 然后这是我最近在做的 然后还没有做完吧 这个就是毛样 毛样 对 就是半成品 就是先给就像定制店 他们给那个客户先试样用的 然后试完样如果有不合适的话 就是可以调整 然后这边就算成品 成品 这些把这个线 白色线头拆掉它就是成品 成品 对 这扣眼我还没锁了 锁要扣眼就正常成衣了 这个是成衣 这个李子一挂它就完成了 这几件都是最奢生莫尾的 这件是接近成衣的了 对 对吧 在袖子再收一收 那像你这个做西装的话是在哪里学的呢 我学过好几个师傅 就是学过利财 学过那个手工西装 就外面很多那个培训 就培训 培训老师 像现在90后啊 做这个服装的 好像做裁缝的多吗 不多 很少 你那时候培训班的时候 像你这个年纪的多吗 比我年纪大的多 年纪小的很少 那像你这个是什么机器啊 它可以做到1比1显示 它就相当于公司里面那种打印机 然后再照这个形状裁下来 对 就裁剪下来 但是也可以用画本直接在那个面料上画 拆下来拿一块块衣服再拼接起来 这个意思 对对对吧 啊 那么这个呢 这个就是缝纫机 也可以继续缝纫 也可以全手工 睡吗 就睡在这里 我是对 我就在这睡 我是地方比较小 我这边 就主要是工作区域比较大一点 那你未来的终极梦想呢 是开一家定制店 对 可以做自己的品牌啊什么的都可以 我家人很着急 其实老爱吵架之前在家里面每年过年就会吵架 和爸妈吵架 对 他们因为家里面的思想还是不太一样嘛 他们会就是倒倒绑架呀什么的 我都感觉你眼眶里面有泪水在打转了 已经 三天一样 好的 那么小罗啊 你是来自河南啊 对我是河南 人家外地朋友都回家过年了 你今年怎么过年没回去呢 呃 我就是今年没回家 主要是家里边 家里边 催婚吧 催婚啊 你今年也30 30出头了呀 啊 对 我是想多挣点钱在这边 在上海多挣点钱 对 那么你是今年没回家 往年回家了吗 往年都回家 就今年催得你特别紧了 你就不敢回家了 主要是 前段时间 前几个月我爸说 因为我之前跟他们说过 我想 我想30 30岁 结婚 然后但是我没做到啊 没做 然后我爸就给我发个信息说 你做不到就怎么怎么样 啊 哈哈就抓住你了是吧 哎呀 你立下了这个flag了 我就不敢 我就不敢说话了 你就不敢啊 因为上集我们也拍到了 你是有这个服装梦想对吧 自己搞了一个小单间 服装工作室 在做裁缝 现在90后做裁缝也比较少见了 但是你现在呢 还是刚起步也没赚到什么钱 我是我的理想就是通过自己 自己从事的职业去赚到钱 以后是希望是赚到钱的 那么像你在老家的话是农村还是什么 不是农村的 农村 那你们肯定结婚都很早在那里 对对 我的朋友都结婚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也不能特别急 那你会惧怕婚姻吗 我是不怕的 我其实其实挺想结婚的 但是一直没遇到合适的 没遇到合适的 但是我家人很着急 其实老爱吵架 今天在家里面 每年过年就会吵架 和爸妈吵架 对 他们因为家里面思想是不太一样 他们会就是到达绑架呀什么的 到达绑架怎么个绑架反 就是说你不结婚呢 就是不孝顺的事什么东西 或者是他们说没办法生活了 什么自己过得没意思什么的 我家人会说这种话 活不下去之类的 他们会说他们生活没意思 对对对 就看不到你成家 估计也是吓吓你的 对吧 是但是我很怕这一点 你很怕他们真的因为你出事 我是不希望他们说这种话的 我希望他们是健健康康的 不管我结妹结婚吧 有没有孩子 我希望他们是健健康康的 就是心态能好一点 我是想通过这个传达 传达出去让他们看到 然后希望他们能对自己健康 就是爱爱护自己 对就是对你也不要这么操心 对不要对我 对我不要对我操心 虽然我现在是很 去工作进程是很慢的 但是我我是想坚持下去 坚持做一个服装手工人 对对对 那么你之前有谈过恋爱吗 有的 不多 但是最最深刻的就很多年前了 就说你未来还是想结婚的 我是我是想结婚的 只是说现在没有赚到钱 对对 但是没赚到钱也不影响你先成家呀 先成家 很多人都说这个先成家后立业 但是我我可能是个人经历思想上 然后我是想就是先把就是工作事业稳定下来 所以我说也我也要加把劲抓紧 抓紧赚钱 对 抓紧把这个工作上事业搞好 那你今天这个没回家 你爸妈会一直打电话吗 给你 嗯 没这次他们他们没有给我打电话 然后我大年30的时候 我妈给我发了个信息 说吃饺子没 合吃了 当时也没有也没有 也没有催你什么的了 估计也知道你 知道我不好受吧 不好受啊 我都感觉你 嗯 就是眼眶里面有泪水在打转了已经 是吧 先赞你先赞你 嗯 赞得很厉害 好的 其实我对婚姻的理解就是 就是两个人合适 互相互相喜欢 互相能包容理解对方吧 但是 如果遇不到 你去强行去相亲结婚 找不合适的人的话 其实对双方都是 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对对对 这也是对的 所以我就是一直这边拖着 说白了你也不是光为了先赚到钱再结婚 主要是没碰到合适的 对对 也是一边慢慢遇到合适的 但我这种生活状态其实也不好遇 你这个圈子也很难遇到 圈子很想听 对对 那么我也希望你这个爸妈看到之后 也不要为你担心了 你并不是恐婚 你是非常愿意结婚的 只是没碰到一个合适的 对对 你强求一段婚姻的话 其实到后面也可能成为悲剧的 对对对 嗯 人家都过年回家了 你还在上海做坚持 对这几天多做几天吧 多赚点钱 对对对 大家好 我是王秋库 我身后呢是小罗啊 你今年也是没有回家过年 对对 那么你在上海这几天春节怎么过呢 这几天我大年三十都在送外卖 都在送外卖 最近的话这个外卖起手少了 是不是留在上海送外卖的 你的单子会多 单子会多 然后价格单价也会高 大概是平时赚的多少倍呢 一天 平时我我送的比较慢 我还能比平时要高两倍的 多两倍收入 对对 他们快的估计要更多 但是我觉得挺感动的 一件几件事 就是很多人送外卖 他们那些那些客户 顾客会给你说新年快乐呀 还有那些大爷阿姨 会说会给你喊喧两句 说光姐妹回家 我觉得挺感动的 就是态度都挺好的嘛 当年三十还在送外卖 对对 你大概也不看春晚的这种东西 春晚我晚上回去的 回来的比较早也看一看 在出租屋里也看一看 对对 我觉得今年春晚比比广界的要好好很多 为什么呢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刘谦和尼格买提 他们那个魔术 他们一直在说好运留下来 就像你后来没拼出来的是吧 对好运留下来 就是挺好的 像你这年轻人看 充满的已经不多了 不多了 也是也是手机放着在手机上看 我也是你的出租屋也没电视 对吧 其他几天怎么过呢 其他几天 小猫就是在那边店里面兼职嘛 只有两份兼职 我是融换的做 你也太辛苦了 人家都过年回家了 你还在上海做兼职 对这几天多做几天嘛 都赚点钱 对对对 那么过年的话 会不会给自己一点什么仪式感的 吃吃汤圆什么的 我们老家旅行吃饺子 过年大年三十的时候 妈还问我吃饺子没 我也就吃饺子 你平时会做饭吗 我平时会做点简单的 就简单的做点 但是太复杂的做不了 我看抖音上面很多人过年 不会家的年轻人都在家里吃泡面 我也买了几包泡面 我是担心这附近没有吃的了 所以我就买几包背着 吃了几天 吃了两天 有时候泡面也蛮香的是吧 泡面我之前也是很长时间没吃了 所以就吃一下 对我也喜欢吃 我过年这两天也吃了很多泡面 你也吃了 外面店都关掉了 那去哪里吃呢对吧 对对 那小罗你觉得我们上海的年味 和你们河南农村的年味 有没有什么区别过年 区别我觉得也差不多 差不多不会吧 正常来说我这个时候 我今天初四 我就应该在舅舅家去走亲戚了 你们走亲戚要走几天 走亲戚要走最好三天三四天 你们那边基本都这样子的 对从初二开始走亲戚 这个后面初四初五有的有的还在走 我们上海这边现在也不怎么走亲戚了已经 你觉得我们上海这个年味怎么样 年味挺挺好的 这几天都在放鞭炮 放鞭炮啊 对我们市区是不放的 这里方便放那个烟花 对你们这里酒亭就要去是可以放的 对啊好多人放鞭炮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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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